推广运动风气 华联市公所鼓励民众踊跃参加各项的体育活动 今年在全民运动会女子锤球三人赛 还有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 四丈族保龄球项目都有市民获得优胜 市长为嘉贤亲自表扬 除了肯定选手的努力和付出 也鼓励全体市民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除了有机会可以争取荣耀 更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华联市在全国运动赛事中又传捷报 109年全民运动会女子锤球三人赛 有两位选手夺得第一名 另外在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当中 四丈女子组保龄球和四丈男子组保龄球 也都有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市长为嘉贤在12月3号亲自表扬 109年全民运动会 我们非常恭喜我们陈文盈 还有我们林感之女士号 他们在三人组的全球赛里面 得到全国第一名的夹击 那真的花莲市公所也特别 在今天也表扬他们 那再来就是109年的全国身心障碍的运动会比赛 我们非常恭喜我们花莲的一个保龄球的部分 由黄先文理事长 那还有我们舒吉梅本所的同仁 那获得了保龄球的男子组跟女子组的第三名的一个非常棒的夹击 那我们花莲市一个运动的城市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各种不同的场合 办理各式各样的一个运动赛事 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 不管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还有我们一般全民运的一个全民运动的朋友们 都能够在各项的运动赛事上面 有非常卓越的成绩跟表现 那在此后也特别用一点点时间来恭喜他们 这些优胜选手都不是年轻的小伙子 甚至于是市长同胞 不过他们勇敢追逐梦想 在运动场上展现傲人毅力赢得胜利 因为市长者能够做的运动不多 那其中保龄球项目是最可以安全 以及最发挥到个人的体力跟活动力的部分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一个运动 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不管我们的教练 我们的团队 大家合作无间 然后就是觉得在四天 就是有五人组 三人组 两人组 一人组 那我们三人组 那天的天气最好 所以我觉得 谢谢老天爷做美 成全我们的努力 市长魏嘉贤除了肯定选手的努力和付出 更鼓励全体市民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除了有机会争取荣耀 更可以促进身体健康 这里会换示报导 这下转身体就是领导的第一个转型出租的 当下转推荐 我们下转推荐 我们下转推荐 然后从中央 啊 我们下转推荐